许岛抱怨说你妈叫你肉肉 怎么有肉肉这个东西 我也是突然想起来的 小时候因为我的手就是大大的 然后我妈就像个小斑块一样 像小砖头一样 然后捏这个很肉 然后她就像肉肉 所以我妈怎么叫 之前有个粉丝说你怕气球 是真的吗 气球我怕它会爆 吹太大我就害怕 那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东西 我是害怕 香菜 你是把香菜打 我喜欢香菜 就可能香菜的很多香菜 白料面的味道很重的话 可能就来放了另外一点 有香菜的我都不怎么吃 你说你自己厨艺了的 你会做什么菜 生日子弹 还蛮高兴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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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我自己 比较喜欢创意 我可能会做一些 就是那种大茶会 什么都往里放一放 那种 那种 其实说实话也不是很厉害 自己夸自己 再继续努力吧 一锅东西你通常就放的最多 放的最杂乱的是什么 午餐肉 午餐肉 还有呢 然后鸡蛋 喜欢放鸡蛋 放比较多 只要不放香菜就可以了 对 对 真的 是 你面对这三样东西 还能做到淡定兼韧吗 很难 对 你如果你看到张蓝的话 你会淡开 你敢拍死他吗 哦 我不敢拍死 我就可能在看一看 然后就 就把他对起来 就悄悄地走开 那如果他拍了你床上 你选择最长一丢 最长一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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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严峻这问题 有可能会 看有没有朋友在旁边 帮我把他给 就是赶走 那如果没有呢 要你一任独自面对他 哇 这问题是天晚上最难的问题 哈哈 哎呦 我还真不知道呢 我可能会想办法把他赶走吧 还是的 因为他得睡觉 对 不会说浪漫的 就是 但是 觉着不睡我不至于 你还会看故事会吗 哦 会 就是 粉丝朋友他们也会给我送故事会 我就 每次就看一看 你会自己写故事会啊 每次会写故事会 有可能是他们会 他们会送给我故事会 哦 真的好友爱哦 嗯 就是好小开始看了 所以有那个童年的回忆 可能十三十四岁就开始看一个故事会 我觉得就特别有趣 然后又不是很长 就是睡觉前看一两个就可以睡觉了 嗯 那你到底爱看哪类什么书啊 呃 我都会看 嗯 看书还看的比较广 就是有 有时候我会看那个就是 可能比较历史一些的 就是自我修养的一些的书 然后有时候也会就喜欢看小说啊 年轻人一样就是小说都喜欢看 也有看母侠也有 嗯 很多都有 诶那你小说看 看什么小说看谁 武侠小说 很多很大的 就是很多也有看过 然后小时候看很多 就是自我修养的书也看过很多 自我修养 对 你那么小就开始看自我修养了 小时候就就就就 就有在看着这方面的书 嗯 然后故事会我看的最多的故事会 就真的 真爱啊 故事会知道应该很感动吧 那么回头找一下故事会的主人聊 哈哈 然后身上有个明星粉 哈哈 你看看 年纪他们已经知道也不一定 哎我还想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你对自己画风的评论 你对自己画风的评论 你知道大家又说秘称以为无凡高吗 哈哈哈哈 是 粉丝对我的爱称 嗯对你 你对你的画风是一直这样子吗 因为小时候呢 从来没有从未进步 也从未被超越 开玩笑 就是可能 我就是小时候就喜欢画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每次老师给你什么情况呢 不记得 不记得 不记得没有什么太好的影响 哈哈 小时候我记得我 就老师让我画个鸡蛋 然后我就画了好多个鸡蛋 没有让过了 之后没舒服 我就没有再上了 好 所以这也是你没有往美术发展的主要原因 你美术幻影不高吧 为什么我要这样伤害你 哈哈 中了一件 哈哈 那有没有想到图画餐 没有 哈哈 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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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堂我还是 还是不要轻易的闯入了 对 还是不要轻易的良心 有没有想到图画面 是不是有很多问题 很好 有没有想到图画面 哪有为什么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